美麗昇華亦都搞定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第一場賽事二班 二班來的 一千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喜憶線在尾二 前面快的馬外面 美麗昇華賣便 就是這隻多憶線的灰馬 第三位是勁勢 第四位紫色衣服 在外面就是喜憶線 內蘭第五位 還有粉紅衣服 芙蓉之寶 包括落尾就是那隻海南一號 好了 跑到對面直路尾過600 美麗昇華能夠自己 帶出來跑 接著第二位 外面就是這隻喜憶線 內蘭第三位就是多憶線 在後面粉紅衣服 芙蓉之寶 淺藍衣勁勢 包尾就是那隻海南一號 好了 直路差不多34秒42 前面帶頭尾是美麗昇華 第二位是多憶線 紅眼罩 外面第三位還有一隻喜憶線 在後面淺藍衣勁勢 粉紅衣服 芙蓉之寶 最後百多米 多憶線把美麗昇華趕過 外面勁勢也過了喜憶線 接近終點多憶線贏 第二名美麗昇華 又外閃 第三名勁勢 第四名附庸之寶 結果這場賽事 多憶線 出閘就順利一點 喜憶線又出閘不順利 結果直追這隻美麗昇華 美麗昇華走愧不順 中點都幾步 多憶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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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元就剩下了 中點前趕過的美麗昇華 贏了 雖然同主大熱門那隻 喜憶線表現就一般 但是同主馬 補回數 美麗昇華第二 勁勢第三 富蓉之寶 第四 富蓉之寶 二十二倍 喜憶線就連四甲都不入 同主多憶線 最後落飛得手 保險張兩隻憶線 是啊 買完先 審扎成 他怎麼算都是好跑那隻 無論你喜憶線萬不萬 都一定有馬在前面帶著他走 趙計仔 他又不會放這樣 也猜到他一定是快過 富蓉之寶會拿到懶的 就是那個黃金包上去 是啊 好像最穩陣是他 但是贏不贏就是 當然要看扣女 是跑得如何 都錄得很厲害的 他的票 是啊 只剩下63元 九十幾元交過去 只剩下60幾元 我們選的時候 子健說有十倍 十一倍 然後雜錢 只剩下95元 開跑之後 只剩下63元 今晚這個馬房都強陣的 審扎成 頭籃已經開了 看看一隻大業門 為什麼起步這麼順盡 四檔起步 輕微挨拔 少少而已 未來你三萬輸的場 都是出閘慢的了 今天又歷史了 今次多益善良不頂 美麗昇華 不要太誇張了 美麗昇華 死爛了 糟糕了 大力賣到欄 還要是單騎領方 沒有馬燒 所以要跑出好一點的水準 有欄就真的差很遠 一對都跑對了 變成了美麗昇華 不起 多益善 多益善 多益善就慘了 那一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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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撞到 會不會有 鼓廣 這一下真的 很大力撞到他 呂卓然 這次反應 沒有上線 到終點 他就閃出來 真的很浮 好了 方方言不立 派載作實 跑第一名 四號多益善 讀人派63分 為自派21.5分 跑第二名 一號美麗昇華 為自派27.5分 連人為一搭四